今天要為大家介紹花雜燒賣 其實材料非常簡單 做法不複雜 但做出來的賣相和味道 簡直是令人嘆為觀止 今晚就試試吧 材料有花鴿 免治豬肉 冬菇和粉絲 是這麼簡單 第一步 新鮮的花鴿 買了回來 你可以問問當主 裡面有沒有沙 通常你都不會相信他 他一定說沒有 難道告訴你很多沙 通常回來之後 灑點鹽在一個鍋裡 一碗水裡 讓他套一下沙 套完沙之後 就煮一煮熱水 把花鴿灑進去 灑熟 其實這個花鴿 不需要煮到全部熟 煮到七成熟 就可以了 因為一會兒我們還要再蒸 這樣就無謂令到太老了 現在我們用心 把肉全部拔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預備燒賣餡料的部分 首先呢 我們的冬菇 因為涉及的關係 我們已經浸淋了它 這樣呢 就把它切成小粒 冬菇就切粒了 粉絲浸軟了之後 就剪碎它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加進去豬肉 好 不要一次過加完 這樣呢 如果你喜歡吃多些冬菇 多些粉絲 你就可以加多些 通常呢 我都是會看著 先加一點 好 那先加點鹽 因為那些肉碎 不加點鹽 它就起五度膠 那就加一點醬油 還有麻油 接著我們就把它 可以當成一個餃子的餡 一直攪拌 攪拌到起膠為止 攪拌到那些肉 你覺得 都要黏在一起 這樣就起膠了 接著呢 就很簡單了 就是 將 一粒 我們這樣搓球 將這個肉餡 然後呢 壓回一隻 花甲肉 然後 就告訴大家 裡面是有花甲的 那就把那條紅色來出來 然後呢 我把它放回到殼裡 放在那邊 就是這樣 然後把燒好之後 如果你有鑄鐵鍋的話就方便了 因為鑄鐵鍋有一個無水蒸的功能 就是不用用水 用它本身出來的水就可以把它蒸熟 但如果你不是用鑄鐵鍋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碟上隔水蒸 大約蒸7分鐘就完成了 這麼快就蒸了7分鐘 我們來看看它的樣子 這樣就完成了 當然啦 如果你現在這一刻吃 就可以撒一些蔥花上去 這樣就加一點蒸魚豉油 還有燒熱的熟油 這樣辣一辣下去就真的沒得輸了 這樣這個花甲燒賣 這麼快就完成了 那你說 即是在家裡宴客 一盒拿出來 花甲裡面有燒賣 你還可以輸 沒得輸 好啦 今晚請人吃飯 就煮一下這個 好啦